设计乌鸦 可是找到证据 他认了乌鸦好几次 终于忍无可忍 见到猫咪快要发飙 他也不敢嚣张 见识不妙 赶紧远离了猫咪 这家伙可真是太疲了 而这次 几只乌鸦盯上了一只猫头鹰 猫头鹰刚落在了房顶 就被三只乌鸦围住了 他跟拍着嚣张的步伐 慢慢靠起猫头鹰 四骑从他身上 啄下一颗毛 以显示自己的能力 自为空中猛禽 猫头鹰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这群乌鸦 简直是胆大包天 竟然敢作死挑衅 然而遇上这群无奈 猫头鹰也慌了 他手足不错的 站在乌鸦中间 生怕一不小心 自己就被这些 可恶的家伙给欺负了 幸运的是 他们的战场实在是太小 乌鸦一身无奈的本理 在这完全施展不开 最后浩黄不成 也只好灰雷流的飞走 不得不说 制止猫头鹰也太怂了 身为猛禽 差点被乌鸦欺负 不敢还手 这一生的本领 真是白找了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